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米娅 福音对话帮助你更多认识基督信仰 一起来聆听福音对话 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也要问 有问有答,让人真是无法自拔 请听福音对话 罪的定义,并非二元思想 中国人常有性善性恶的争论 这跟圣经讲的罪有关系吗 大多数人喜欢形容罪是人类的浩劫 因此许多思想家跟宗教家就推论出各种人性论 像是孟子的性善论 荀子的性恶论 告子的性无善恶 也就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 还有杨雄的性善恶混 董仲书的性善情恶 王冲呢,则主张人性三品说 主耶稣对于人或是犯罪或是遵行神的话 虽然也曾经用伦理的二元说法来表达 然而他绝无宇宙有善恶二元的思想 保罗说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段话 段不是为了表示罪有源头 或指出罪是什么 而只是为了说明人犯罪的事实经过 同时强调 过犯不如恩赐 罪作王不如恩典 借着一作王这种救恩的权能 我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 欢迎收听 现代人的希望 我是米娅 请不吝点赞 订阅